大家晚上好 我是湛英 那么我是一名职业围棋的棋手 现在呢也在做围棋的直播和解说 今天晚上很高兴见到大家 谢谢 我不知道今天在现场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有多少人是会下围棋的 或者说是对这项运动感兴趣的 那么今天呢我在这里想做呢 就是想通过15分钟的时间 让大家听一听我的故事 并且对我们这些下围棋的人 能够更加的了解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我的故事 我呢是从6岁开始学围棋 那么一开始呢 只是在家附近的少年宫 报了一个兴趣班 但是在学了半年以后呢 就在我们河北省的围棋的比赛当中 拿到了名次 当时拿了省里的第六名 那么父母就会觉得说 我们家孩子是不是有点天赋啊 怎么一学就拿成绩 所以呢就开始有意的想要培养我 那么等我到了八岁左右的时候呢 省里的比赛就常常能够夺冠 好像夺冠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的围棋老师也很郑重的建议了我的父母 说觉得可以考虑让我去走一走职业选手这条路 那么如果想走职业呢 就意味着其实是选择了一条窄路 就是我不会再去学校上课 我会专心的每天去到场 去我们的围棋学校学棋 那我们家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围棋背景的 只是说我的父亲比较喜欢下围棋而已 那么我的爸爸 他的本职工作呢 是开战斗机的 我的妈妈呢 她是一名老师 但是呢 他们很勇敢的 在我八岁的时候做了这个决定 就觉得说 如果孩子在这方面有天赋 那么我们一定不能浪费他的天赋 所以呢 我的父母就为了培养我下围棋 我的妈妈就办理了停薪留职 我呢 也休学了 就是我不再上学 所以我只上到了小学三年级 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和我妈妈的世界就开始 只围着围棋转了 那么我们先是在河北省内学围棋 我的母亲带着我 哪里有厉害的老师 有职业棋手 她就会立刻带我去找人家学棋 那么把河北省内的很多职业高手 我基本上都找完了 那后来呢 当我又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之后 她带我来到了北京 当时的北京是所有省内的 尖字生们汇聚的地方 那么在这里我又进入了一个更加残酷的生态圈 在北京 我们成为了一名冲断少年 从那天开始 我的生活就十年如一日的 从早上的八点半开始起床 然后去到场训练 一直训练到晚上的八点半 那么除去中间吃两顿饭的这个时间 然后加上中间午睡一会儿之外 剩下的时间都在下围棋 结果呢 先是到了八点半下课之后 回到家中 妈妈呢又会继续再督促你学习 说十点半我们才睡觉 你要再学到十点半 那有的时候自己成绩不好的时候呢 也会让自己再努力到十一点 然后接着上床睡觉 第二天八点起来 又是这样一个重复的一天 又开始了 天天如此 那我记得有一天呢 就是因为这个学期的压力很大 我作为一个孩子 我非常的想出去玩 有一天就和我的好朋友 去旁边买了一个冰淇淋吃 结果呢 被我妈妈逮到了 她就会觉得 啊你怎么没有把时间 用在学期上 我们付出了这么多 不是让你来这玩的 那其实这一切 对于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呢 这样的生活挺压抑的 那么我们的围棋老师 每天看着这一些孩子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他们也会说 说觉得才十几岁的孩子 应该是在人生当中最外向 最有活力的时候 但是呢 在这里的孩子 一个个的在道场 好像是来到这里修行一样 必须你要集中自己 全部的注意力 必须你要压制自己的欲望 你要集中所有的注意力 每天下棋 那我的印象很深刻的 我从小在 尤其我是十二岁来到了北京 那么在十二岁那天 来北京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 我身上的重担 我的学我不上了 我的妈妈也停心留职了 我再走向一条 好像不太可能回头的路 所以从小我就很听话 我知道我要去学习 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职业骑手 我才有未来 那我记得在十五岁的时候 来北京没多久 来到了这个大城市之后啊 没多久 我去跟着朋友去了一次KTV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KTV 十五岁的时候 那天我背着我妈妈去之后 我感觉我好像干了什么天大的坏事 我不是一个乖孩子了 我是一个很差劲的孩子 就是会有那种负罪感 那其实呢 这所有的一切 包括这种压力的来源 其实就是为了应对围棋世界的高考 我们业内呢 称它为定断赛 定断赛呢 你必须通过定断赛 才能够成为一名职业骑手 那就相当于呢 是一张职业围棋世界的入场券 我刚才说过 选择成为职业骑手呢 就相当于选择了一条窄路 而定断赛 其实就是这条窄路上的一道窄门 那么这道门究竟有多窄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中国围棋协会 自1962年成立到现在 只产生了一千多名职业骑手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过去的62年间 只有一千多人通过了这道窄门 所以我的定断之路呢 也是非常不顺利的 我是12岁来到了北京 我到19岁才定断成功 那么在这中间呢 我冲断一共冲了八次 那么 我的内心呢 是喜欢围棋的 我觉得它吸引我的地方是 它是一种很极致的脑力的较量 那么作为一名棋手呢 我们不说话 我们叫手弹 只是在棋盘上下棋 然后就能够感受到 彼此的智慧的较量 力量的碰撞 就是那种 刀光剑影于无形之中 发生的那种魅力 有的时候呢 会让人觉得很着迷 不然呢 如果说是纯粹的强迫 我也不可能在北京 坚持这么多年 去冲击职业骑手 但是呢 在我这个八年 不断失利 不断重头来啊 反反复复的 这八年的时间里呢 我感觉我自己像在走独木桥 那么北京的围棋道场里面 全部都是全国各省 最优秀的孩子们 一定是省里下棋最优秀的 然后才会来到北京 所以呢 北京这里汇聚的是 五湖四海来学棋的同学们 那么 我经常会遇到的一种状况 就是 可能这些同学 跟我待了几个月 或者一个学期 或者一年 甚至我们在一起待了几年 但是某一天 他们突然就离开了 经常会有这样的朋友 就在某个期间 你们每天在一起训练 一起切磋起义 一起学习 但是过了几个月 他就不见了 然后你们可能 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那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很多人都放弃了 特别是当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 那么很可能 从孩子自己本人到家长 都会觉得说 我们要不还是回老家吧 要不我们就不学了吧 回去上学吧 趁现在我们孩子年龄还不大 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 如果再晚两年 我们可能连学都上不了了 就连第二条路都没有了 那么在我冲断的这些年当中呢 我其实一到这个 可以说是围棋高考 最重要的那个比赛 就是定断赛的时候 因为压力巨大 我每次都很容易心态失衡 就那种心态啊 就是想赢怕输 瞻前顾后 所以呢 在这种心态下呢 你的技术就很容易变形 你也很难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所以当我有的时候 竞技状态不好的时候 就是我输的特别多的时候 我可能甚至我会开始讨厌围棋 因为那种沮丧感是 好像任何东西都无法去抚慰我的 尤其是在状态特别差的时候 我也会很认真的考虑 我要不要放弃 就像那些同学们一样 我也放弃吧 我也回家 干干嘛干嘛吧 但是在这种时候呢 我的父母总是会给我力量 并且给我很大的支撑 他们会告诉我 我们相信你可以 我们带你来北京 就是相信你会成功的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放弃吧 我们回去吧 一直到2014年的定段赛 是我第八次参加定段赛了 那么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呢 我总共下了13盘棋 那么在前几轮的时候 我的心态一直都非常好 我的状态也非常好 赢了好几盘 在最后一轮的时候 是对我非常关键的一盘棋 当时我赢9盘 而我们想要定段 你要赢10盘棋才能定段 就确认你是定段了 所以最后一盘棋呢 其实就是赢了就上 输了你就又被淘汰了 然后在那个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我开始紧张了 我想我已经在北京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19岁了 我已经冲断8次了 我开始有点害怕失败 但是那盘棋的过程当中呢 我并没有放弃 我一直在努力地去找机会 但最后啊 还是因为对手更加地 发挥更好 所以呢我还是输掉了 这盘棋的比赛 当时心中就认为 好了我又要冲击第9次了 但是呢我也及时地调整了 我的心态 我说没关系 那么我们就回到北京 我们就再来一年 我相信我可以 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调整好了我的心态 我比较稳定了 还是说因为 看到了我的坚持 我没有想到 最后那次定段赛的成绩 出来的时候 当时我是赢9盘里面 我的小分 一个衡量的标准 我是最高的那一个 当时呢又刚好取五个人 全国取五个人 我刚好排在第五名 等于我终于定段成功了 在那个时候 我终于走过了那道窄门 成为了一名围棋职业棋手 那么当这么多年的梦想 终于成真的那一刻的时候 其实我的大脑是 无比麻木的 在这么多年来北京学起的过程中呢 我以前是经常会做这种 定段成功的梦 而在梦里就是 发现自己定段以后 超级的高兴 超级的喜悦 就是高兴的感觉要疯了一样 但是等到真正这一刻来临的时候 我发现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是你整个人坐在那里 就呆住了 就是反复地问自己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我成职业棋手了吗 然后在那次之后 我是整整缓了两天 我才渐渐地缓过来 我才对自己的身份 有了认知 我是一名职业棋手了 那么成为一名职业棋手呢 就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但是这个新世界的路 它是非常崎岖且艰难的 我19岁成为了职业棋手 那其实我的年龄呢 已经不占优了 有很多优秀的女生呢 可能在14岁15岁 她们就已经成为了职业棋手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我说尽管我的年龄 没有任何的优势 但是我也要给自己 定一个很高的目标 我当时啊 给自己定的目标是 我要拿全国冠军 我希望能够在一些 国际大赛当中 打败外国棋手 我要为国争光 那么在定段的前两年呢 我还带着一种 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圈子 我要好好向上攀爬 的这么一种冲劲 但是我在向上又开始攀爬 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 我有点爬不动了 就是感觉这一切 怎么这么漫长 就好像我从八岁开始 一直在向上爬 但是好像总是看不到尽头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 我23岁 当时我的职业生涯呢 处在一个低谷期 我没有队伍要 也没有比赛可以下 但是呢 我知道不下比赛啊 其实就意味着 你作为一名运动员 你的竞技生涯就结束了 基本上你就快要退役了 于是我觉得不能这样 我就去找我北京到场的老师 我说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比赛的机会 然后这个老师呢 他小的时候就带过我 所以他给了我一次比赛的机会 但是呢 这个生活总是会跟你开玩笑 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一次比赛的机会 我却前面一大串连败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有点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 晚上老师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他用一种很感慨的语气 跟我讲 说 湛英啊 你小的时候多优秀啊 你小的时候旗下的多好呀 什么样的棋你都能赢 为什么现在 你怎么都赢不了了呢 那个时候我坐在他的对面 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哭 然后在那一瞬间 你就会开始审视你自己 我是怎么样从小的时候 优秀是一种习惯 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 结果那个比赛也非常的惨 最后呢 我那个比赛一盘棋都没赢 我七连败 在下完那个比赛之后 我觉得我没有脸见这位老师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给了你一次比赛的机会 结果我下了一个这么烂的成绩 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心态崩了 我对围棋的这个失望不断的累积 我就觉得我也努力了 但好像有些时候呢 努力并不能得到回报 然后在之后的三年时间 我就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去学韩语 我去韩国的围棋道场学棋 然后我去学着怎么做直播 并且和一项城市围棋联赛 这个赛事合作直播 但是呢 都没有什么起色 就在那个时候 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卡住了 它卡在那里了 它动不了了 你说你的围棋成绩呢 说好 你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冠军的 这种成绩 你说不好吧 你还能赢一些人 就非常尴尬 一直到2022年的4月份 4月份的时候 我27岁了 我觉得日子呢 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我对于成绩的执着 我可能该放下了 我要为我的未来做考虑了 因为我还要面对在北京的房租 以及生活的压力 于是呢 我就去联系了一家围棋的培训机构 我就去跟他面试 最后很顺利 面试好了 我下定决心 好 我要转行了 我要离开竞技围棋了 那在当时呢 因为我前面两年一直在坚持 做这个围棋的直播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的B站的粉丝 只有47000多人 然后就在我等待 要入职 做围棋老师的这个 半个月的时间里 我就发现 刚好有一个围棋比赛 在这些天进行 我就想着 那我再最后努努力 直播一下 当时给自己的一个小小规划 是还差3000 凑成一个整数嘛 那我就再多播几场 我把它凑成一个整数 我凑到五万粉丝 我再去入职 这样呢 反正入职以后 你也没有时间直播了 就在去交期之前 我和这个账号 我做一个最后的告别 但是呢 命运有的时候 就是真的很神奇啊 用大家现在网络上 流行的话来说 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命运的齿轮 开始转动了 就在我入职的前几天 我有在一场 这个围棋讲解的 直播的时候呢 我和粉丝们互动 然后呢 就有一位朋友 就去说 哎呀你去看一看 贴吧里有一个 对你的评价 说你去看看 你会不会破防 我当时心里想 我都决定不下棋了 还有什么能伤到我 我觉得这件事情 在我心里 我已经放下它了 我对于围棋 成绩的执着 放下了 你还想伤我 然后我就 很坦然地点进了围棋吧 看大家对我的一个评价 结果这个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位 棋友 他在别人攻击我的 那个留言下面 他在替我说话 但是他的话 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战英直播怎么了 他靠下棋 又挣不到钱 只能靠直播 不然你还让人家 怎么生活 然后我当时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 那个时候正在直播 那时候我就 顿在那 我整个人麻木了 就是他过于真实了 这句话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呢 我一直在安慰自己 我觉得我已经 很努力了 你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当看到 这条留言的时候 他仿佛把我一切的 这种伪装 和我自己 对自己的这种 自我安慰 都给我撕开了 直接让我面对 自己的伤口 直戳我内心的最深处 我当时在直播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绷不住了 我立刻泪撒直播间 但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啊 就是这条破防的 这个瞬间 这个视频 一下子在网络上 让很多人认识了我 他们会觉得 很真实 我在想 可能有很多人 都有这种 努力而得不到 回报的时候吧 结果在那之后呢 我的直播间 就越来越多人 那这中间呢 我还想要去 下一个围棋的比赛 我还消失了十天 我去比赛了 结果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 诶 怎么这些人还在啊 然后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感受到 好像有很多人在看我 而且好像有很多人 他们在盼着我回来直播 当时我就决定 要不咱们就推迟一两个月去交旗 既然这个上天给了你这么一个机遇 给自己一点时间 要不就试一试 于是呢 我就决定 让自己试一试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已经快年底了 二三年的这个 二二年的年底了 我们 包括我和我的父母去商量 我们都觉得说 哎呀 能撑到开年就不错了 结果呢 没有想到 后面越播越火 我的粉丝呢 也越来越多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我好像可以做一个全职的围棋主播了 在做围棋相关的这些事情当中呢 我其实挺喜欢围棋的直播和解说的 可以和大家去解说围棋 也可以和大家聊一聊 我们作为一名职业棋手的日常 聊一些和围棋有关的趣事 那么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 在前几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电视剧的剧组 找到我 说他们要拍一个关于围棋的故事 然后希望呢 我可以去教一下女主角 一些围棋的基本知识 然后在见面的那天 我就觉得 哎呀 去见女演员嘛 自己这个也要打扮一下 然后我就收拾了收拾自己 穿了个红色的裙子 戴了个耳环 洗了个头 化了个淡妆 然后我就去了 结果我坐在那 他推门进来的那一瞬间 他呆住了 他进屋的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啊你们围棋职业棋手 这么史上的吗 其实感觉他在那一瞬间 完全被惊到了 然后他后面他又跟我讲 他说在他的认知当中 他觉得下围棋的人啊 一般都是住在那个什么 深山里 然后穿这个白大褂 整天打坐 修身养性 还都得留着长胡子 先锋道骨的 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 天哪 这是我们围棋 在大家的心目中 怎么是这样的一种形象 有太多人不知道围棋 不了解围棋职业棋手 是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我想让大家知道 围棋职业棋手 这样真实的样子 那么我们围棋普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我个人的直播间呢 我的初衷呢 也很简单 我就是想把围棋 这个看似很复杂的东西啊 给它掰开了 揉碎了 讲给任何来直播间的人听 你们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听得明白 这跟你们会不会下围棋 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那么我觉得我很幸运啊 我还真就在这个赛道里走出来了 真的越来越多的人呢 因为我关注到围棋 喜欢围棋 那么在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名字的这个故事啊 很多人一开始在网上 刚刚看到我的时候说 我叫战英 都以为是个网名 甚至呢 有一次在一个 我在一个当地的围棋协会 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 还很认真地问我 你们下围棋的都起法号吗 然后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要很认真的 不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还是网络上的人 我都要很认真地跟大家讲 不 这是我的真名 这是身份证上的名字 那么我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我的父亲 是一名战斗机的飞行员 那么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其实我的父母啊 就已经商量好了 说不管咱们生下来 是男孩女孩 都叫战英 英机长空 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个勇敢的 不轻言放弃的人 那么我想到现在呢 我回顾我自己的这个名字的话 我觉得我没有辜负 父母给我的这个名字 从12岁来到北京学棋 到今年 差不多也有17年了 那么有太多的时刻 我都是在想要放弃围棋的 这个边缘 但最终呢 我都没有选择放弃 用我们北方话 因为我是一个北方姑娘嘛 我用北方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 总是在最后的时候 我想再想办法雇佣一下 坚持一下 也许结局就会不一样 然后就这样呢 我在7次定端 都失败的时候 我又觉得 还是要再坚持一下 咬一下牙就过去了 于是第8次 我终于成功了 我成为了一名职业棋手 后来呢 就是当我的成绩 竞技状态很不佳的时候 决定要转行的时候 我也觉得 我在直播这块 我再咬牙坚持一下 就折腾一下 结果没有想到 也找到了一条 属于自己的围棋之路 那么 我想呢 如果说 没有这种瞬间的 这种坚持 可能 完全不会有今天的我 而且在这个 所有的这些经历当中呢 我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体会 就是我觉得 要学会快乐 就是一定要让自己拥有 快乐的能力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 其实我呢 快三十岁了 就是很多人说呢 你都快三十岁了 你看起来怎么 还像一个小孩子 甚至还有一点 童心的这种感觉 如实交代 从去年 当我决定不做一名 围棋 应该是从22年开始 当我决定 不做一名围棋的 这个 竞技职业运动员之后 尤其从去年 我开始全职 做直播之后 我觉得 我不再去天天训练了 不再天天去比赛了 我感觉我的天性 好像 得到了某种释放 我就会去做很多 我小的时候 没能做的一些事情 吃小的时候 没能吃的一些东西 然后去玩 小的时候 没能玩的一些东西 我就觉得 我仿佛 再重新给自己 过一遍童年 我觉得非常的快乐 那其实本质上呢 我也是那种 很乐观的人了 之前呢 每次输掉 订断赛的时候 我也都会安慰自己 我们就再回去学一年 又怎么样嘛 你已经很棒了 你已经很努力了 那这些话呢 我经常会在自己 很难过的时候 对自己讲 其实 就是包括破房的那天 我等到 从直播间 下播之后 我也就用了 大概10到15分钟的时间 我就调整好了我自己 我就冷静下来了 我就觉得说 人家说的 其实也没有错 那么你接下来 你的日子 该怎么过 你依然要过 明天你该干嘛 你依然要去干嘛 你该努力 依然要努力 不要以为 你以前怎么怎么样 你就不再去 以后努力了 那其实我也很容易满足 就是 命运给我什么 我都会觉得 这个挺好的 这个真的挺好的 然后我有时候 也会告诉自己 它应该是我 现在最好的选择 凡事发生 皆有利于我 我常常会这样想 那么我觉得 这些 这种精神呢 感觉也是 这么多年来 围棋训练 给予我的东西 我记得 小的时候 在少年功的时候 学习的时候 很多女孩子的首选 都是唱歌 跳舞 然后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选了围棋嘛 我就会有些 时候就会被一些家长讲 说哎呀 好好的一个小女孩 长得也好看 唱歌跳舞 多好呀 天天在棋盘上 跟人勾心斗角的 但是我就是觉得 学维棋 是我这辈子做的 很正确的一个决定 因为它塑造了 我的世界观 也让我学会了 什么是平常心 那么回看 往前回看的话 这三年 其实发生了 很多的事情 我的人生呢 好像也忽然变得 开阔了很多 原来年龄带来的 不仅仅是压力和困扰 也有机遇和沉淀 那么现在 如果说有机会 我能对过去 在低谷中的自己 说一番话的话 那么其实我想说 开心一点 不要总为眼前的 这一盘棋 这个棋局 郁郁挂欢 你也不必着急 你也不必迷茫 要相信 总有一个地方 会让你绽放你自己的 好 谢谢大家 感谢战役